包括范明在内的香港立法会议员呢 在星期天的上午 与北京主管香港政改的官员进行了会面 就2017年的香港特首普选方案 在6月下旬的立法会表决前 可以说进行最后的沟通 这也是双方第三次就政改问题举行会谈 不过看来仍然是难以达成共识 我们现在立刻连线 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 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 海燕你好 海燕听得到我们声音吗 玉文你好 是 海燕先来跟我们谈谈 有关这一次的第三次会谈 香港各界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吗 对 这次会谈呢 基本上没有取得任何的突破和进展 香港各界呢 对北京的三位官员 也就是港澳办主任王光亚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 还有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 在这次跟泛民议员 单独会谈 还有跟全体议员会谈过程中 以及在会谈以后 举行这个记者会上的这个所有的言论来看呢 北京官员是非常的强硬 对香港政改呢 没有留下任何的空间 改进的空间和余地 比如说像王光亚呢 在这个过程中谈到 把香港的泛民分为两类 其中一类呢 他指责他们 这个打着民主的幌子 寻求香港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 反对或者是谋求推翻中共的领导 还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他表示呢 这个新的政改方案呢 就是要对这些人进行筛选 而且中央的这个原则呢 就是跟这些人要坚决的斗争 另外呢 李飞也表示呢 就是新的这个 就是这个政改方案呢 不仅适用于2017年 而且适用于2017年以后的 若干特首的选举 这就把比如说像优化 目前的这个政治改革 所有的空间和路呢 就全部独自 而且他说 在这个没有实施 这个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之前呢 没有任何修改的空间 是 海燕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你刚刚提到 就北京方面是非常的强硬 那么对此 泛民的议员有什么样的回应 我们大约有一分钟左右时间 最后再跟我们谈一谈 香港各界在这第三次会谈之后 对于香港未来的政治前景 大家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对 简单的说呢 我昨天接触了好几位 香港的民主派 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 他们都对这次会面呢 非常的失望 认为北京的态度非常的强硬 让他们没有任何选择 只能在6月20几号的立法会表决中呢 否决这个政改方案 在政改方案以后呢 这个有分析人士认为呢 香港社会将会进一步的撕裂 而且呢 这个年轻人更进一步的激进 而且呢 这个本土思潮 甚至港独的这个思潮呢 会进一步做大滚大 好的 我们谢谢海燕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有关于香港政改的一些最新的消息 我们下期再见